大侦探考试,请从这几个人中找出真正的凶手 是谁,啃了我的蛋糕 侦探们,你们快帮我找出来 应该是小狗丹尼 你们看,他的照片上还流着口水 不对,是阿琪 猪妈妈,你看,阿琪戴着厨师帽子 应该是他做蛋糕的时候,忍不住啃了一口 不是阿琪,阿琪戴的是医生的帽子 不是厨师帽,所以他应该是个医生 哎呀,我不管他是医生还是厨师 小侦探们,你们快帮我找出凶手啊 是丹尼,是阿琪 本轮考试,零分 不是丹尼,也不是阿琪 那是谁 看仔细了,小侦探们 小爱的蛋糕上,有明显的口红印 在这些人中,只有小猫坎迪涂口红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啃了小爱面包的人,是坎迪 让我看看 天哪,真的是 猪妈妈,你太厉害了 小侦探们,要想当侦探 你们就要学会细心观察 记住了吗,记住了 谢谢猪妈妈,帮我找出凶手 我现在,就去找小猫坎迪 佩奇,苏西 这次侦探考试分为三场 一场得一分 谁最后要是一分都没有 那,我就要请你退出侦探学校了 知道了 猪妈妈,你帮帮我吧 我的口红被人用光了 那可是限量款的 坎迪,你还敢来找我 小爱的蛋糕,是不是你吃的 对不起,我刚刚已经向小爱道歉了 可是,我到晚见,回家之后 发现家里到处都是被口红化的 我的口红被当成蜡笔用光了 猪妈妈,你快帮我查查是谁 佩奇,苏西,你们说呢 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是小美人鱼 因为,小美人鱼最爱美了 你看,她把自己打扮得多好看 她一定认识坎迪的口红 所以才会拿到 佩奇,你这不叫推理 你这叫冤枉人 喜欢口红的,就一定会拿别人的口红吗 你这分析,一点都不靠谱 没错,苏西,你来说 其实,在这张图上 我还发现了一些小细节 比如,佩德罗的头上 佩德罗的头上怎么了 佩德罗的头上,有红色的涂鸭 我猜,那个就是口红蹭到头发上导致的 没错,那就是我口红的颜色 我找到了凶手,猪妈妈 就是佩德罗 不错,苏西找到了真凶,佩德罗 这个小孩也太调皮了 我要去找他妈妈 哎呀,我的炼丹炉破了这么大一个口子 你们快帮我找出凶手 我要让他赔 女巫,你先别生气 等我看看名单再说 佩奇,苏西,你们怎么看 这么大一个口子 用手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用工具才行 我们可以看看谁有工具 没用的 谁会把工具带在身上 肯定都藏起来了 只要他做了 就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是丹尼,你们看 丹尼穿的衣服,身上都是灰 一定是在他捣乱的时候 炼丹炉里的灰落在他身上了 不会的,我的炼丹炉很干净 没有灰 那是阿奇 阿奇是医生 医生是需要炼丹炉的 他肯定是在拿走女巫炼丹炉的时候 不小心把炼丹炉摔了 所以就呈现在这个样子了 丹尼和阿奇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等目前的小侦探们 如果是的话 你们就在评论区发送1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发送222,然后把你认为的真凶 名字打在评论区吧